虽然是首秀吧,在自己的家乡,但是可能比起有些比赛,或者比起我第一年第一次比赛,更多的不是紧张,更多的是很期待,然后非常希望礼拜五马上到来,因为我觉得对我自己来说最有意义的可能,首先肯定是周日的正赛,那么其次我觉得就是周五我在上赛的第一个飞驰圈,因为我觉得可能对于我个人而言上赛虽然是我很熟悉的地方,但是自己其实没有在那里, 在那里比过赛,或者驾驶过任何的方程式赛车,唯一开过的是民用车的上赛,所以我觉得满怀期待,但是我觉得这一个第一个飞驰圈对我来说意义很大,因为这是可能二十年的一种经历吧,我当然我也希望可以有越来越多的AI运工智能可以加入到F1的赛道上,因为我觉得这可以不仅仅在策略和决策上面会进行一些改变,我觉得包括赛车整个设计科技化上面也会有进一步的 一个提升,我希望可以想到更多可能人类无法想到的一些新的点子的想法 黑色兔子 黑色兔子 就是我的想法是小周可以在上海淡,然后就是成为PCK嘛,然后可以登上领奖台 黑色兔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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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